5月14日傍晚六时许,香港立法会大会三读通过涉及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的2020年拨款条例草案 随着预算案通过,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每人派发1万港元的优惠政策正式落实 特区政府6月底将开放申请,7月开始发放款项 当日下午经过全体委员会投票,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宣布 2020年拨款条例草案三读通过 这意味着政府财政预算案获得通过 草案规定授权向香港特区政府拨出一笔约6272亿港元的款项 以用作自2020年4月1日起至2021年3月31日止的财政年度的政府服务开支 2020年拨款条例草案无经修正 以获全体委员会通过 我动议本会采纳此报告的议案 2020年拨款条例草案予以三读并通过 香港立法会议员梁美芬支持拨款条例草案通过 草案涉及向警队和医护人员增加拨款的条款 他称这有利于香港继续止暴制乱 梁美芬議員 梁美芬議員 香港2020年至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汇明措施涉及超过1200亿港元 以称企业保就业政经济庶民困为目标 多项措施可以帮助失业人士和贫困高龄市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